南美的委内瑞拉发生严重的粮荒 为了抢食 最近连续发生商店被纵火大规模劫掠的情况 其中还包括华人经营的商家被打劫 这一波纵火劫掠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四百多人遭到逮捕 委内瑞拉海边城市库玛纳的超商 服饰店卖酒的商店都被民众抢劫一空 抢华人商店的民众说 因为华人商店不卖吃的给他们 当时他们只有用抢的 其中有许多人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肉 还有许多家庭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进食 委内瑞拉原本是靠石油生产出口来支撑经济 但国际油价下跌 加上委内瑞拉总统政策转向 希望减少仰赖国外进口粮食 但国内粮食供应却皆不上限 导致粮食极度短缺 但总统把粮食缺口问题指向粮商 说粮商在国家危急的时刻 是堆积粮食提高价钱贩卖 是罪魁祸首 我喜欢帮助